200斤的胖妞为了挽回丈夫 偷偷买了一款美容液 只见她被缓缓推入浴缸 接着老板娘把她按下水底 一顿揉搓 三分钟后胖妞浮出水面 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性感女神 女人看着镜子里凹凸有致的身材 使劲拍了拍自己脸蛋 有些难以置信 前后对比简直判若两人 女人高兴坏了 心想这副面貌 一定能让冷淡的丈夫回心转移 女人名叫胖虎 与丈夫结婚多年 男人对她越来越冷漠 胖虎小心翼翼地照顾着丈夫 每天六点钟起床 为她准备丰盛的早餐 丈夫却没有好脸色 对她大吼大叫 嫌弃味道不好 太过油腻根本吃不下 转过身和家里的宠物狗告别 随后出门上班 仿佛女人不存在一般 这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觉得丈夫话里有话 嫌弃早餐油腻 或许是在说自己 丈夫离开后女人开始收拾家务 洗衣服时有东西掉在地上 她捡起来查看 居然是会所送的打火机 女人非常生气 丈夫对自己不理不睬 却愿意把精力花费在其他地方 她必须挽回丈夫的心 在钱包中翻出一张名片 写着能让张飞变马历练梦目 无论真假她都决定事实 美女拼命将人按进浴池里 浴池中一片血红 逐渐没了动静 却忽然伸出来一只手 从血水里冒出了一个清秀佳人 她不可知心地抚摸自己的脸 然后走到一面镜子前 查看自己全身 胖虎捧着脸兴奋极了 现在的样子正是她日思夜想的容貌 在五分钟前 她还是个二百斤胖妞 没想到居然能变成这样 这今天变化 要从她走进盘丝洞美容院说起 胖虎从丈夫衣服 掏到了会所的小卡片 为了防止丈夫出轨而决心整容 她犹豫地来到美容院门前 大门似乎感应到她自动打开 里面坐着一个风情万种的老板娘 还没等她开口 老板娘就知道她想说什么 热情地邀请她进屋 进来吧 里面摆着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客厅中间是一个浴缸 已经到满红色液体 老板娘表示里面是美容液 可以把它变成任何想要的样子 只是过程就像是千刀万剐 甚至可能让人丧命 老板娘问为了挽回渣男的心 受这种最值得吗 但胖虎依然点头了 老板娘在她身上画上标记 先是温柔地推入浴缸 接着狠狠按下水底 对准肥肉一顿揉搓 一分钟后胖妞浮出水面 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性感女神 胖虎高兴坏了 想着要用这副面貌 让丈夫回心转意 离开时老板娘送给她一份礼物 里面是一瓶浓缩液 一点点稀释的液体 就能让人消脂 这样的浓缩液足以媲美化骨神水 女人本想拒绝 但老板娘意味深长地说 你会用到的 便美的胖虎走在大街上 立马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路过的行人时不时回头看她 这可是女人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 原来这就是当美女的感觉 胖虎戴上墨镜 准备给丈夫一个惊喜 刚好碰到正在遛狗的丈夫 狗狗认出是小美 朝她跑了过来 可丈夫却并没有认出 她是自己的妻子 还对着小美就是各种辽媚情话 胖虎带了些怒色 却听丈夫问两人 是不是在哪见过 她当开心起来 丈夫又说 在我的梦里见过你 胖虎彻底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 于是将计就计 接过了她的名片 随后她住进了一家酒店 给丈夫打去电话 说自己要回娘家住几天 没想到丈夫 不但没有丝毫挽留 反而欣喜若狂 声称工作忙就挂断了电话 可转眼胖虎的小号 就收到丈夫的邀约 表示要请她到家里吃饭 这一刻是多么的讽刺 胖虎不禁感叹 或许丈夫平时口中的工作忙 是用来欺骗自己的吧 她看着手中的浓缩液陷入沉思 一个大胆的想法顿时涌上心头 你敢抛妖精座的美容业吗 能变成任何模样 即使是200斤的胖美 也能五分钟变成顶级大美女 胖虎为了挽回丈夫的心 忍着千道万寡般的剧痛改变了自己 可丈夫根本没认出她 主动搭讪到自己家里吃饭 刚进家门 丈夫就伸出闲珠手搂住她的腰 让她别客气 像在自己家一样 并表示自己单身 让女人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 丈夫则主动提出去做饭 女人心里有些不适滋味 她趁着丈夫忙碌时间 轻轻推开自己的卧室 里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而床上只有一个枕头 女人的枕头早已被丈夫藏在了床 卫生间的洗漱用品也只剩一套 就连她的化妆品都被藏进了抽屉 女人不敢相信 丈夫为了勾搭美女 竟然抹去了她在家生活过的痕迹 这下女人彻底死心 不再对丈夫抱有任何幻想 吃饭时丈夫还特意准备了一瓶红酒 看着男人色咪咪的眼神 小美想到了之前的点点滴滴 丈夫吃饭时从不和她说话 仿佛看自己一眼她都会没胃口 几杯酒下度后 丈夫突然倒下 原来红酒早已被小美动了手脚 她拿出浓缩后的美容液 这些剂量足够毁尸灭迹 让这个渣男痛苦万分的离开人世 她拧开平台正想往丈夫身上滴湿 她又想起曾经的美好时光 那时的丈夫对自己温柔体贴 他们曾经也笑得甜蜜无比 胖虎看着昏迷的丈夫 泪水一滴一滴的掉在他脸上 他忽然想通了 何必为了一个渣男变成杀人犯 他应该为自己而活 胖虎把浓缩液扔进垃圾桶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准备用崭新的身份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女人拼尽全力地讨好 可指得来了越来越渣的丈夫 变本加厉地把她不放在眼里 她的讨好只委屈了自己 让她失去了爱 也失去了自己 而对渣男最好的抱负 就是变回优秀美好的自己 奔向本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